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庄宇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民进党立委同样也是资深艺人的于天 他的二女儿于苑琪罹患了职肠癌 然而就在抗癌多年之后 还是不幸过世了 享年39岁 他留下了一双儿女 而这长达八年的抗癌之路 都让家人非常的悲痛 他的老公也首度发文了 谈到说老婆谢谢你 这几年来的陪伴 他会好好的照顾两个小孩 也希望于苑琪是没有牵挂的离开 同时他的姐姐于小平 还有弟弟于湘泉也都发文悼念 那么就在今天于苑琪 他的灵堂遗照也曝了光 于天跟李亚平特地是选用当年 为他唱歌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宣传照 灵堂现场也都是用白色的鲜花来布置 也希望他一路好走 好 社会焦点我们要来看到 这个画面 在桃园昨天发生了这么一起砸电案 有一间机车行在清晨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十多位不明的人士 就拿着球棒在门口来乱打机车 甚至还叫唆了另外一辆轿车 用这种逗退路的方式 直接把铁门给撞破了 那么警方货报赶到现场 这些姿势的民众早就不见了 车行老板也说他没有跟别人结怨 现在整起案件警方还在调查 好 同样在桃园 有一名男子他只开着百万名车 经过了大西台三线路段的时候 对象的车道却突然间出现这一个轮胎 直接高速的撞上了他的轿车 导致他车子的左前方整个凹陷了 而且玻璃也碎裂 维收的费用至少要90万 好 其实要对大家来关心的是 目前还是有许多人被骗到了柬埔寨去 但是陆陆续续都在被营救回来 像是民进党的原住民立委吴立华 他日前接获了民众的陈勤之后 立刻是帮忙协助免息的借款 等等的相关事宜 然后又陆续的救出了五名 受骗到柬埔寨去打工的三男两女 一共是五个年轻人 那么他们也在昨天的晚间 是直接从泰国的曼谷 从今天顺利的回到台湾 好的确 台湾人到柬埔寨 原本想要掏金 没有想到却被控制虐待 这样的案件频传 然而最近又有一个网友 他在脸书上面发文指控 说在高雄有一名流姓男子 他是在柬埔寨来担政人舍集团的主管 他的外号叫做宇安 目前已经骗了超过200个台湾人 到柬埔寨去 而且这过程当中 这些被骗过去的人 还被电击毒打 甚至不给饭吃 不过这一名网友 他是把这个流姓男子的一些资料 全部都是公布在网络上面 因此是涉嫌违反了这个个资法 目前已经被警方联系要倒案说明 但是警方的确也进一步的来查证 发现说这名流姓男子 他现在是已经出国了 而且也会持续的来跟家属来联系 并且厘清真相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访问到这名流姓男子的妈妈 他也表示说 儿子的确是跟他说 人在国外 而且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但是家人也不知道 他在国外做些什么 好 这个恐怖的画面 还要带大家来看到 是在台中市 清晨发生有休旅车相撞的车祸 先是有一辆进口休旅车 他在十字路口 跟另外一辆白色休旅车 发生了撞击 那么强大的冲击力道 是把进口休旅车的车头 给撞的半毁 整个安全气囊也爆出来了 那么另外一辆白色休旅车 则是被撞到整个侧翻 最后还波及到了旁边 停放的五辆红牌的重机 还有一辆普通的重机 不过幸好 两车的驾驶都没有受伤 不过看起来 接下来恐怕要花一大笔的 维修经费 还要来看到这非常离谱的事件 是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 清晨有这么一起 轿车痣状的意外 但是警方调查发现说 原来是一名男子 他先开着自己的爱车 但是停在路边 跟朋友聊天没有熄火 突然间就出现了一名罪汉 直接跳上了驾驶座 把车子给开走了 还一路高速的行驶 在行驶到塔优路 跟基隆路口的时候 在自撞到旁边的花圃 整辆车严重变形了 最后这名罪汉是被依照强盗 还有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 好 一次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全台都还是非常的热 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 有可能会来到37 38度 在花东地区更热了 有可能在花东纵谷一带 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 不过这样天气状况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主要就是目前在菲律宾海面上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如果这一个发展的比较顺利的话 那么预计在今天有可能就会增强成为台风马鞍了 但是以它的路径看起来 它是持续朝着西北方向来前进 目前看得出来到了周三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 不过铺台的几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 只不过它外围环流同样会为台湾的天气状况 带来一些改变的 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了 其实今明两天各地天气都算是比较晴朗稳定 而且要防范的就是会有比较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 一定是要特别注意了 而到周三刚刚有提到 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尤其在南台湾要特别留意的是 会出现比较大一点点的雨势 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感受起来是最为明显的 预计到了周四到下周日的这一段期间 虽然说台风或是热带性地气压 它是逐渐在远离的 不过还是会为台湾带来一些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预计在下周日之前 中南部地区都要防范会有降雨的可能 好的确今天气象局 持续是针对了全台13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警讯 尤其下午真的尽量别出门 在南头就有一名53岁的李姓女子 她是在接近2点左右出门的时候 因为真的太热了 疑似中暑 结果直接倒在人行道上 还好路过的远景看到了 以及路人都有帮忙来撑伞 并且通知119 那么国舰署也提醒了 说民众要特别防范热伤害 除了温度比较高要注意之外 还要来看湿度风速跟符合热等等的 一些综合指数 像是今年虽然平均的温度跟去年感觉起来差不多 但是受到湿度等等的各项指数的影响 今年的1月到8月 热伤害的人数是去年的1.2倍 好 极端气候真的是席卷各地 我们看到在中国同样是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却是冷热两样型 我们先来看到在中国的四川程度的部分 昨天是出现了43.4度的高温 根本就打破了当地的记录了 那么当地政府也在8月15号 就已经要求所有的工业电力企业 都必须要来开始放所谓的高温价 而且在停产的这段期间 进一步加码是延长到8月25号 那么另外在上海市也开始来启动了限电的措施 而中国门面之一的上海外滩 还有知名的一些警官照明 从2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都要来暂停 来关灯两天 那么南部热成阵阳 但是可以看到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 却是在8月的时候开始下起雪来了 您可以看到这画面放眼望去 真的是一片银白色 温度也降到了零下4度 反差这么大的清凉天气 也让住在南方的民众很羡慕 好 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一人于怨期抗癌8年 历经了70次的化疗 人就是不敌病魔而过世了 尽管他为了一对儿女 始终保持着乐观 但是就怕有个万一 所以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公开过他的遗书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自自继续写下了 妈妈 真的 我真的很爱你们 也希望他下辈子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当家人 当时于怨期还是泪崩地念出这个遗书 要送给儿女 好 当然是听了让许多人非常的揪心跟不舍 那么其实于怨期过世的消息传出之后 也有不少的演艺圈好友纷纷在脸书上面发文来表示悼念 包含像是小S 他就写下了 愿你在天堂没有痛苦 只有喜乐 另外呢 抗癌成功的艺人朱欣怡呢 他也写下了 你是最勇敢的天使 好 自身艺人于天的女儿于怨期 不幸因为职场癌复发而过世 我们就对大家来看到 其实在2014年呢 他被发现是罹患了职场癌第三期 当时呢 他才31岁而已 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 他产下了第二胎之后呢 整个病况呢 又复发了 到了2021年呢 后来他的肝啊 还有淋巴呢 都发现了癌细胞 不幸的在今年的8月21号病逝了 医生就提醒了 其实这个职场癌呢 有四项警讯 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 包含像是说呢 要是你自己发现呢 有了这个贫血的状况啦 又或者是呢 有些些出血啦 血变 或者是呢 这个在排便的习惯呢 有一些些改变了 包含像是你常常呢 会觉得呢 腹痛或是腹胀啊 而且呢 最重要就是说 要是同时有以上的这三项的话呢 那有46%的几率 恐怕就是癌症了 那么另外医生也提醒了 说现在呢 这一个年轻疹离癌的这个状况呢 比过去呢 是多上了两倍啊 主要来说呢 就是一些饮食习惯的部分 一定是要特别注意的 包含像是说呢 糖分呢 千万不要摄取过度 还有呢 也是尽量不要呢 做一些高油的饮食 另外呢 像是红肉啦 加工食品啊 要是吃了太多的话呢 也是有可能的 会引发这样子的癌症的变化 另外呢 在膳食纤维的部分呢 也要补足 而且呢 医生也提醒说呢 因为近年来呢 其实职场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真的是要特别留意 好 选战焦点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长的选战 现在议题还是持续锁定在 陈时中啊 当时担任呢 指挥官时的疫苗的价格 好 不过呢 陈时中在今天呢 是出席了活动啊 他呢 走访了公庙啊 并且呢 他也回应了 说呢 疫苗采购的价格啊 其实比郭台铭当时买的还要贵啊 以及呢 所谓这个30年解密呢 都成为这个对手的 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焦点 但是陈时中就解释说了 采购的过程呢 都是公开而且透明的 但是蒋万安呢 还是痛批 说这样的做法根本是黑箱作业 而新任的防疫指挥官 王碧盛呢 今天随即也公布了 说每一剂的疫苗的 平均采购价格是765块 另外网红四叉猫 21号晚间是在脸书爆料啊 说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2018年的时候办灯会 但是却出现了5000万元的黑洞 还依次暗示说呢 如果他顺利连任的话 就能够让公务员把这一笔经费 辩出来还给厂商 而今天柯文哲到了议会专案报告的时候呢 也被议员连番的来质问 然而柯文哲却表示说呢 这5000万元应该都付清了 台北登节呢 这起案件也已经进入到了法律的程序 一审二审都胜诉的情况之下 他认为出错的几率应该不高 最近呢不断传出说有一些被骗到柬埔寨的台湾人 陆陆续续获救的消息 不过这是人设集团良心发现吗 当然不是啊 这主要呢是跟KK诈骗集团园区内呢 恐怕正在打仗 另外呢还有媒体不断的曝光 还有呢这个当地的警方以及国际 有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有关 那么人设集团呢因为怕被找麻烦嘛 所以他们开始呢转移阵地了 只不过呢带着这么多人反而很难脱身 所以他们开始呢降价来放人 从原本呢要求上万元的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赎金呢 降为大约是4000到6000元美金左右 相当于新台币18万元就有机会放人 好的确呢像是台湾人被引诱到柬埔寨 去从事一些像电信的诈骗啦 或者是这过程当中呢还被转卖 这样的消息呢是越演越烈 同样也引发了包含像是呢 美国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注意啊 那么柬埔寨内政部呢最近就声称说 他们逮捕了数百名来自中国 还有台湾涉嫌人口贩运的嫌犯 而这些台湾的嫌犯呢 也很有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去做审判 然后外交部却表示说呢 接下来呢国人啊遭到了这个柬埔寨逮捕的话呢 他们还是会努力的争取他们送回台湾来受审 然而我们就带大家一块来看到啊 两岸人口贩运的罚则可是大大不同 我们先来看到在台湾的部分 要是涉嫌贩卖人口的话 会处7年以下徒刑 若是呢是摘取他人的器官的话呢 则是被判处7年以上的徒刑啊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部分 若是呢你是涉嫌拐卖妇女儿童 是可以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 而且最重的话恐怕还会背叛死刑 好其实我们要对大家来关心的是 中国解放军针对台湾的军演恐怕真的常态化了 在22号他们又再一度呢 是在东海进行实弹的演习 那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21号的晚间发表了国庆演讲 就提到说呢 地缘政治是为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挑战 他也认为说 美国跟中国呢在很多的议题上面呢 其实都有相当严重的分歧 而台湾的问题只不过就是 其中的一个争端而已 他们更不排除说 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晚安您好 我是庄宇杰 欢迎收看华视1300五件新闻 新闻一开始呢 马上要带着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 发生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传出说 有两名员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受伤了 并且紧急送医 现在传出呢是一死一重伤 那么详细状况我们马上连线记者 小雅馨来告诉大家 雅馨请说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来关心稍早 好我们谢谢雅馨 那么后续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为大家掌握 那么继续还要来带大家看到的 就是在桃园发生了这么一起杂电的案件 有一间机车行在清晨遇到了 十多名的不明人士 他们是拿着球棒呢 来打这个放在门外的这些机车 甚至呢 还有一辆轿车呢 是用像这样逗退路的方式呢 来撞破了铁门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姿势民众都不见了 那么车行老板也说 他自己并没有跟其他人结怨 整体案件 现在警方正在调查 还有这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 来看到在桃园一鸣南 他开着百万名车 行经了大西台三线路段的时候 对象突然间冲出了一颗大轮胎 直接撞上他的车子 导致这辆轿车呢 他的左前方直接凹陷了 而且玻璃也碎裂 维修的费用至少要90万元 另外在台中市呢 则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 深夜驾驶疑似 是精神不济 逆向开进了对象的车道 先擦撞到了一名机车骑士 然后紧接着又撞倒了两个路人 最后呢还连续撞倒了 停放在路边的19辆机车 现场一片狼藉 还好被撞到的机车骑士跟路人 都只受到轻伤 但是巨大的撞击声呢 也惊动了附近的住户 大家纷纷下楼查看 好 最近呢 在各方的研究之下 已经传出有不少被骗到 柬埔寨的人纷纷回到了台湾 然后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在屏东呢 却传出说有五名被骗到 柬埔寨的年轻人 昨天回到台湾 但是家属呢 心中的大石头能够放下 只不过呢 还有另外一名这个高性女子 她是为了扛家系 同样是被骗到了柬埔寨去 然而在过程当中呢 她有打电话向妈妈来求救 因为她说呢 对方啊说 必须要再骗六个人过去 才可以换取她的自由 但是呢 高妈妈拒绝了女儿的要求 说不希望再有六个家庭 跟她一样伤心 然而电话挂断之后 女儿现在失联了 也让高妈妈好担心 好的确呢 跟这个高妈妈的女儿一样 有许多台湾人 原本是要去柬埔寨掏金 然而后来被控制了 甚至还传出被虐待 而现在呢又有一名网友 她是在脸书上面发文指控 说高雄有一个流行男子 她是在柬埔寨担任 人蛇集团的主管 她的外号呢 叫做宇安 目前已经骗了超过 200个台湾人到柬埔寨去 而这一群被骗过去的人 过程当中也被电击 独打不给饭吃 好 不过呢 因为这个网友呢 也贴出了这个男子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个资啊 还有一些他的证件 所以呢 他恐怕也设犯了这个个资法 目前呢 是已经被警方约谈 要到案来说明了 然而警方呢 也持续的来调查 发现说呢 这个流行男子今年33岁 而且呢 他其实在今年的5月 就已经出境了 目前还要调查说 这名男子他去了哪里 而实际询问流行男子的妈妈 他也说儿子跟他说 他在国外工作 只不过呢 他也不知道在国外做些什么 好的确陆续呢 也传出有台湾人获救的消息 但是这是人蛇集团的良心 发现放人吗 当然不是 这主要是跟KK诈骗园区里头 正在打仗有关 另外再加上呢 媒体大篇幅的报道呢 也让当地警方还有国际社会 也都高度的关注啊 现在呢 这一个诈骗集团呢 也正在呢 逐渐的转移阵地当中 好 但是呢 带着一群人来逃跑的话呢 恐怕很难脱身 所以他们现在呢 干脆降价来放人 像是呢 从原本啊 这个赎金恐怕是要上万元美金 已经降价到呢 大约4000到6000元美金啊 相当于新台币18万 就有机会放人 所以我们下期见到